一定一定一定 哈喽大家好我是雨谦 现在夏天到了嘛 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做一个 怎么样在夏天能够不臭的视频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 就是在夏天很容易出汗啊 然后又每周都会去运动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不要出汗 然后不要有汗臭 不要有体臭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并不是喷香水能够解决的 因为当你有臭 身上有出了很多汗 有很大的体味的时候 你再去喷香水 就是那个味道就更恶心 而且呢就是现在夏天一到 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挤地铁的时候 总归会有一些很臭的人 然后你又不能够说 你又无处可疼 就只能 想要知道在夏天怎么样 不臭 那就接着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居家旅行必备 而且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可以帮助你稍微掩盖一点味道 就是这个啊 它是 一个消臭源 一滴消臭源 这怎么用呢 就是你去上厕所嘛 然后就总归是有一些味道 你滴一滴这个就味道就会没了 虽然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还是在的 只不过是用这个味道去掩盖了 那个厕所的味道 就是你想想一想 其实会觉得有一点那个恶心了 但是呢 你去别人家做客 然后你 男朋友去男朋友家里 第一次过夜上个厕所什么的 这个就特别实用 然后我 我的这个就是比较清香的木香这种味道 有点就是很多酒店的厕所 就会用这种味道 另外一个应该是玫瑰味 我觉得玫瑰味就有点太过 预概迷章了一点 所以就是这个味道 然后下面一个东西呢 跟刚刚这个消臭源 其实是有一点点 异曲同工之妙的 为什么呢 像我这种 清晨代谢非常好的人 就有的时候去别人家做客 真的很怕 去男生家里过夜什么 真的好怕 就不能够上厕所 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呢 我就可以放放心心的上厕所 然后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样讲还是有点恶心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恶心的话 你就不要看这个视频了 你知道就是像我这种 要说像我这种新晨代谢很好的人 去别人家上厕所 万一你知道厕所上留下一点什么痕迹 那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帮你消除掉 因为你去别人家 你第一次去飞人家 不一定人家家里都有马桶刷什么的 你也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呢 就用这个东西就好了 所以然后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是索像蝴蝶 就拉屎都是香的 这两个 当然了 我也不是 每次都可以用到这个 我基本上也没有用过这个 我只是作为一个非常以防万一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身体也没那么不好了 就是不会太过留下一些东西 下一个东西就稍微轻松一点了 因为我很注重牙齿健康嘛 经常随身都是会带着牙膏牙刷 然后牙线 吃完饭都会就是用牙线或者刷牙刷一下 但是也会有一些情况啊 或者是一些地方就是你没有条件去吃完饭 立马就刷牙这种的话我就会带这个 这个是一口的那种漱口水 这个就是随身可以带 然后你也不需要一大瓶的带着一个漱口水 就这个味道的话我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自己就可以用比较辣的那种漱口水 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看大家的自己的那个 可以买来试试看就是一两颗这样子 那夏天的话我自己很容易出汗 像手啊然后脚也特别容易出汗 手出汗就还好了 那脚出汗怎么办呢 就有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还 还挺好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它是就是你喷在袜子上 或者喷在鞋子上 一个即时的消臭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健身嘛 所以就是运动什么的 总归是需要就是消消臭一点 有一点点的止汗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跟刚刚那个 就是喷在袜子上差不多的 它这个是直接喷在鞋子里面的 尤其是运动鞋 我就是有一双很看起来很破烂 很臭的一双运动鞋 所以啊我就是会喷一下这个 就让它不会由内而外散发那种臭味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买一个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两个都买 我自己的话可以更建议说买这个一点 对 那介绍了这些东西 我基本上把自己的隐私给透露光了 所以不妨再多透露一个 就刚刚我讲到自己的肚子又不大好了 就新陈代谢又不大好了 就拉屎很容易那个什么 然后又很容易出汗了 就脚又很臭了 什么之类的 那不妨再跟大家说一个 就夏天的话我一定会用止汗露 止汗剂应该说是 就我其实以前每一年都会买一种 然后每次用完 但是又觉得那个效果不好 就第二年就不再用了 我用过什么欧兰牙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就去年夏天买的 这个就非常好用 因为我就是夜夏 尤其夏天的话就很容易出汗 然后运动的时候 就是这里一整块都是汗 这样子就特别恶心 所以呢就用一下这个 就是之前涂上去 然后可以 它基本上可以保持 真的是可以保持一整天的干爽 这个我不知道 我忘了是叫什么东西了 我可以到时候把链接放在评论里面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因为夜夏嘛 就是跟淋巴是有一定相连的 所以其实 这种东西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就这种东西好像是用了 用多了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就是可以指夜下汗的一个东西 但是又不会伤害到身体的东西呢 可以推荐给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 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我就以前有做过一个耳环 那个视频了 那我夏天经常会戴耳环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你 其实戴耳环 你摘下来之后 再去闻一下那个味道 其实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因为 因为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耳洞也是需要清理的嘛 因为你戴久了 就是总归是 就在里面就很封闭的一个环境 就很脏啊 很臭 所以呢 就我就是用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用 它就是 这个是线 然后这个是清洁的液 就是你把 等一下 就是你把这个 拿一根出来 就是 然后 你把这个浸在这里面 拿出来之后 因为这边是没有浸到嘛 就这边是没有浸到的 是硬的 但是又还是很细 所以你就可以 穿过耳洞 这样拉出来 来 穿过耳洞 这样拉出来之后 你再去闻一下这个味道 真是 就是 就是很臭了 所以 这个偶尔可以做一做 就差不多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稍微用一下 也非常省 我基本上是 我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买的吧 就现在也就才用到这里 一点点 如果有耳洞的同学都可以去买一下这个东西 好了 今天基本上是把自己黑了一遍 又说自己脚不臭啊 然后新陈代谢太好 又拉屎会怎么样啊 所以 希望大家看在这个份上 可以给我多一点 投币 点赞 分享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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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